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给我们观众朋友带来一个 就是自己呢可以制作我们的水晶香皂 然后这个香皂的话呢是可以自己给它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个喜欢的颜色 那我今天的形状呢是想要把它放进我们的塑料袋当中 那这样做起来的话呢所需要的原料 也就是需要到我们的造机 然后我们的色素 还有一个你的模具 那我模具今天是选择的塑料袋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模具进行一个尝试 那我们可以把它呢给它打开来 然后给它放进我们的塑料袋当中 好,我们可以先呢进行一个在这边呢进行一个准备的工作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进去 等会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套在我们这个塑料袋里面 然后在塑料袋的下面呢加上我们的自来水会让它冷却的非常非常的快 我们可以把它相互的进行一个搅拌 让它的话呢变得非常非常的融化状 我们刚刚是把它放到了微波炉当中进行了30秒的微波 如果你觉得时间比较短的话呢 可以再给它再加一些的时间 我们都是每次是30秒一加30秒一加 好,我们现在先给它滴入一些深色 然后再给它滴几滴 因为我们的这个食用色素它的浓度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只需要滴几滴就可以了 它的颜色呢已经是慢慢慢慢的散开来了 当然啦也要加一些我们的蓝色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颜色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一丝一丝一缕一缕 然后是慢慢的垂下来 有点像这种水墨化的感觉 也是非常的棒 大概它这边的话呢是需要一个 两个到三个小时 我们把它放了两个到三十个小时之后的话呢 它已经完全的固定化了 然后下面变得非常非常的饱满 也非常的可爱 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小的尖尖角 那我们现在呢是暂时看不出来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的话呢感觉是有更多的颜色是进行一个的混合 我们还可以把它全部的给它剪开来 我觉得剪开来之后的话呢 它看起来颜色会更加的可爱一些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的话呢 就看出它的颜色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层次啦 我们可以再把它进行一个剪切 那我们这边呢是慢慢的把它全都剪切好了 每一片里面都有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好看的一个颜色在里面 这边还有非常好玩的这种剪切的办法 你也可以把它按照你自己喜欢的进行一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种剪切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哦 哇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两边有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非常非常酷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这边呢又有一片 然后这边呢也是 这边是我们最小的一片 可以看到它这边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 这个 形状在里面 然后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好看的小的装饰品 送给我们的朋友 那好啦 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进行最初心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 就能够直接收看到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哦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